哈喽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八代啊 今天咱们接着讲三岛游记夫的小说春雪 第七集啊,就剩最后两集了 就是第七集和第八集这本书就要结束了 讲到这里呢,我也非常激动啊 我恍惚找到了一种 小时候听那个张绍佐呀 善田芳啊,田连元呢 他们讲评书的感觉 我感觉我讲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像给大家播讲评书一样啊 感觉就是这种感觉真的太美妙了 真的感谢大家啊 不管有没有人看有多少人看 反正我是爽到了啊,我是爽到 讲的过程中我是感觉很幸福啊 同时呢,我要告诉大家是这个 我这个节目其实除了我在前面最开始 可能讲镜子之家的时候 可能还不太熟练 可能剪辑什么的 但随为我现在基本就不剪辑了 但能看出来是一镜到底的 跟一般的读书阿婆主是不太一样的 读书阿婆主其实他们都是 反正可能说一段就剪辑一下嘛 镜头可能也跟不上什么的 然后,其实我们这些做 B站阿婆主这些视频的呢 大家也都知道 其实我们前面是有屏幕的啊 但是呢,我的不同之处在于 我前面这个电脑屏幕呀 它并不是任何的脚本或者稿子 它只是我把这个书里面 精彩的一些段落啊 词句给它原封不动的复制粘贴下来 因为我讲书的时候 我肯定会是觉得 我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这个事情 同时我会发现是讲一些 我对他的思考 对吧 我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的分析 我对这个他所体现的社会时代背景 以及联系当下社会现实 我永远在联系当下社会现实 对吧 我对这个东西的思考 我希望能借由这个文学作品 映照我们的内心 同时更好的帮助我们观察和认识这个世界 那所以呢 我的重点就在于解读 也就是所谓的细读 所以我不可能说 像很多up主一样 就是给你几分钟 这个讲完大概这个主题思想 像咱们中学时候 讲了什么语文课 什么给你概括完毕 然后表达了什么情操 什么主题 然后告诉我们怎么样 不能是这样 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 搞那些就是什么文案脚本 因为我其实联系到的 这种种问题 种种思考 其实我我内心里是有的 我直接可以说出来 因为我之前也是 一直在做播客嘛 播客大家知道 呃就是一些音频的一些 对谈长视频啊 我也经常跟人聊 一两个小时以上的 这种长节目 所以我说我面对镜头 这样叭叭叭叭 看台而谈 是没有任何压力的啊 所以那一般up主 可能他们前面 是有一个成篇的稿子 包括我最近看一个人 在他在讲一本书 叫呃 乌克兰拖拉机简史的时候 能明显看出来 他现在念稿啊 因为他不是人说话的节奏 就是你像咱们正常说话 呃除了一些语气词 你能看出来人的停顿 他是有正常人聊天的 这个停顿的 但是一个人念稿的时候 他就是完全会忘掉 自己正常说话节奏 他念稿就是 啪啪啪啪 怎么念怎么念 对不对 他念他的情顿 是完全是刻意的 不像我这种 是完全就是正常的 我想起来什么 就说什么 忘了什么呢 我也就稍微想一秒钟 对对 这样子 对对 所以说 所以是这么一个东西 所以呢 呃我也并不想 就是说 呃 透过我这个视频 给大家节省时间 其实你发现没有 其实你看我 我这个视频 你就会发现 其实你有读我这个视频 你看我这个视频的时间 呃 你看书也够了 对不对 看书你看得快也够了 所以我其实并不能帮大家节省时间 我觉得 人节省时间是为了什么呢 对不对 你节省时间就是为了享受嘛 享受你喜欢的东西 对不对 但假如你恰好 喜欢读书 享受读书 那么我认为 你就 干脆 不要节省读书的时间啊 对不对 而且就是你读完一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 我在这里 其实我起到是一个 呃 相当于书友嘛 跟你交流的这么一个环节 我并不是任何一个导师 或者是讲学者 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子 咱就是一起分享啊 咱就是假装 呃 你在电话那头 我在电话这头 我 我跟你说 哎 老张啊 我就能看这本书 给你讲讲啊 特别有意思 你就像天鹅故事一样 所以我要讲故事的八代 对吧 我我并不 我真的其实并不完全是个讲书的八代 书记是我的一个影子 我希望借由这个书里面的故事 来聊更多的生活的话题 这是一个普通朋友 老科啊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所以 你不要困惑说 别的阿富翁书怎么都 那么短就讲完了 你这浪费人时间 你想 我一本书 用了八集 对吧 这是第七集 然后我 说完这集还有两集 然后每一集可能要 要四十分钟到六十分钟的时间 你想一想 我这个体量 我这个体量 太神奇了 有没有 太神奇了 绝对是违反B站的这个流量 这个流量池 这个这个这个逻辑的 大算法逻辑 所以何小而知 不会被推荐 这没有什么关系 我这讲得开心 讲得开心就好 因为实在太开心了 下期节目 我再跟大家讲 我我最近看到一个一个阿富翁 他添大的错误 他把另外一本书 就是乌克兰拖拉机 简史讲解的一无是出 一塌糊涂 他 他 虽然是念着稿念的 但是他稿子完全主题 把整个书里面这个主题 搞错了 我真是无语 大无语事件发生 OK 我们回到今天的话题来 正是正是主题 重要讲到春雪 因为现在非常非常激动 就是 到结尾的时候 因为 我前面其实春雪这本书 难在哪里 就是说 它的线索 其实很多条很多条线索 它的主人公 虽然人数并不多 就围绕春雪本多 围绕春雪 围绕清闲本多和聪子几个人 但是它的线索 非常复杂 他们的人物关系 就很复杂 然后感情脉络 变来变去的 不像爱的饥渴 不像陈钱的瀑布 都是单线一条线索的 也不像镜子之家 镜子之家虽然人物众多 但每个人线索 都相对来说独立的 好讲 所以春雪不太好讲 所以 我 讲到今天 我现在已经有了十足的信心了 说实话 前两期我还没有太大信心 但是到今天 我真是觉得 我对自己很满意 我对自己很满意 那 上一次咱们讲到了 博学家的老仆人 廖柯 廖柯 他是个野心家 然后他 跟那个 他在假装自杀 在没成功之后 他说 这个 聪子怀孕 怀的是那个 侯学家儿子清闲的孩子 这一切呢 虽然我都是有着 推波助澜的这个作用 但是呢 我呀也是受命于您 伯爵大人 是您八年前告诉我 要这么这么这么做 这么毁掉聪子的幸福 那我才按照您的意思来办的 那所以我就毁掉了 这个老老女佛 死心眼 因为伯爵当时 他说毁掉聪子的幸福 他没有想到说 侯爵能给聪子 物色一个老公 是他妈的 皇亲国戚 如果是皇亲国戚 那干嘛还毁掉 对不对 他肯定愿意搭上 皇亲国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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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院公王子 这个 这个 这个资源嘛 对不对 但是 这个老女仆 就是 鸟克就 死脑筋 一根筋啊 他觉得 不管是谁 就算他是王子 我也要毁掉 这个 聪子的幸福 我也要毁掉的 伯爵也是大乌宇事件 大乌宇事件 你怎么这个人 不动脑筋呢 对不对 那好了 现在他们想什么办法 这边呢 侯爵就跟伯爵商量 说那个聪子也怀了孕嘛 这事得瞒下去 得打胎 打胎 然后侯爵这个人 社会交往能量很大呀 社会面认识很多医生啊 然后就本医生请去了 说 但是这个 这个手术不能在东京进行 走漏了风声 不就被传出去了吗 所以说得让聪子 假装去到别处的一个寺庙 因为那个寺庙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 是伯爵家的亲戚 当门记的 也就是这个寺庙的住持 那个寺庙是一个尼姑安 这个是个女的 这个亲戚 这个门记 就是这个寺院 这个尼姑安的最高领导者吧 这么这么理解 是他亲戚 那么打的旗号就是说 聪子以后嫁到皇宫 那不能随意的轻易的自由的出入了 所以说那趁着还能 自由出入的时候 去看看我的远房的亲戚 算个告别这样子 那然后呢 在这个寺庙周围 那个城市啊 就先找个旅馆住下 然后那个让医生呢 也偷偷过去 然后先把聪子这个胎给打掉 然后这个休息一天 再去寺庙看 然后再回到东京 就是这么眼人耳目啊 就就完成了 那这个过程中 清险当然是 没有任何发言权 没有任何发言权 人家都不让他看了 但是呢 就表面上 因为聪子要去这个寺庙 那离开东京 大家还要送行嘛 所以一行人等 就是清险呢 也随着爸爸妈妈来送行了 同时呢 清险的妈妈 就是作为侯爵家的代表人物 也要陪着聪子和聪子的母亲 一起去那个寺庙 就是监督的打台 这么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呢 清险和聪子这一次见面 大家讲重点来了 这一次见面是在车站 就分别 就是 因为车站是人流传动 人很多 所以清险和聪子 并不能表现出那种 就是柔情蜜意的任何场面 就是 就是你必须要 当成普通朋友 甚至陌路人一样 就是 就像两个小孩 只能看着两个大人 在那儿聊天 小孩之间不要插嘴 就这么一个画面 即使你 你俩已经上床了 但是你在大人面前 还要假装成 就是两个小孩 两小无猜好清纯哦 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这个样子 清险 清险就是看到聪子 然后下了马车 来到站台 准备登上这个电车嘛 然后 聪子这个 这个外貌 就给了清险 很大的这个刺激 就是 那个 这个就是 女人这个风雨 成熟体态 柔美啊 种种 因为怀了孕嘛 所以 所以聪子的外貌 可能也有些 更成熟的韵味啊 清险就 当然很喜欢 然后清险想的是 注意 这个想的很重要 清险想的是 这个聪子小姐的衣服下面 所有每一寸肌肤 我都摸过 我都知道是什么样子的 哎呀 但是现在却 呃 不能跟他有什么 任何亲密的举动 清险觉得很 很那个 难过 对不对 而聪子呢 给大家读一读啊 对不对 这个描写特别好 聪子 抬起眼睛 漠然注视着 靠近站台一侧 窗户外面 清险痛彻的感到 他的那双眼眸 被来自内里的阴影 全部遮挡住了 已经没有映现 他的身姿的余地了 就是说 聪子的眼里 这个阴影 代表什么 就是他内心的阴影嘛 已经完全笼罩了自己 聪子已经把自己 封闭了起来 聪子已经对 这个世界绝望了 聪子这个时候 已经不再爱恋 或者思念着清险了 这个很关键 窗外响起 监力的哨音 聪子站起身来 清险看到他 一然而起 使出浑身的力气 伯爵夫人 联盟挽住他的膀子 快开车了 赶紧下去吧 就是告诉那个清险 就是送赞的 你们别上车 上车 别被车带走嘛 聪子那双美丽的大眼睛 看上去潮润润的 然而那种盈润 似乎和清险 所畏惧的泪水 依然相距遥远 眼泪 硬是被强忍住了 那是一位溺水之人 静止向他 试投射过来的 渴望救助的眼神啊 就是聪子在最后一刻 忍住了泪水 就是那个泪水 代表了什么 泪水代表了聪子 仍然渴望被清险救助 但是 他知道清险做不到 清险 不由 雀诺 从子修长而俊美的睫毛 犹如一朵贝蕾 促然展开 向外部世界尽情展现着 严厉的鲜花 就是 这种描写 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摘套下来给大家读 因为这种描写是我任何用我的话语 我深知我的能量 我的词枣 我达不到这样的境界 所以我就让大家欣赏 这个三导人这部 他原汁原味的作品就好了 当然是翻译过的啊 我也没有能力给大家读日文 咱也不会 所以这个词啊 我觉得这个翻译的还是非常好的 就是 像这种段落 就是我不希望大家丢掉它 所以我就 所以我要 复制到电脑上面给大家读出来啊 那其他就是我个人的解读 OK 就这么离开了 就这么离开了 那从此 咱们话不多说 就顺利的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打完胎了啊 然后 那还得走过形式吗 去这个 这个寺庙叫做月修寺 拜见他这个门记啊 门记 就是现在就是两个人了 冲子被他的妈妈 也就是伯爵夫人带领着 去拜见这个远房亲戚门记啊 这么一个过程 他们也是坐着人力车啊 有钱人 贵族当然得坐人力车啊 这下一段 这段讲的是 他们到达山上这个 沿途的这个 所看到的这个东西啊 你注意观察 两辆人力车通过 黑漆门柱之间的时候 道路周围 已经充满浓厚的 寺院内的气氛 夫人到达这里 才初次见到红叶 不由赞叹起来 黑漆大门之内 有几棵树木的红叶 虽然还谈不上十分艳丽 但这种在山奥里 凝聚在一起的暗红色 宛如尚未得到彻底进化的罪眼 深深留在夫人的印象之中 所以这个红叶 不是那种鲜红 象征着生命与活力 与血液的鲜红 而是暗红 它是罪眼 它是就像是张爱玲 说的那个什么 就是朱砂痣一样 它是深深埋在心底的 一种一种 一种抹不掉的 一种一种一种 一种罪眼 一种阴影 一种伤痕一样的东西 这个就像 从子内心的那种感觉 现在他们充满这么一种罪念 因为他们 反正是已经欺骗了皇家 这相当于欺骗 欺君之罪 你欺骗虽然不是天皇 但你欺骗的是天皇的亲戚 王子 远方的一个王子 欺君之罪 这可是 就是说 日本人那么讲 效忠天皇 那么忠诚 但他们现在就背着 王子搞和外情 打胎 这就是欺君之罪 所以说 这个说罪眼 一点都不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 这种暗红突然像锥子一样 扎向夫人的心里 而一想到后面的窗子 她顿时不安起来 这还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能 就是她想到 其实我内心是有这么大的罪孽 同时这个罪孽 也深深的扎进了我女儿的心里 那我当然不安了 这个母亲的本能还是有的 然后他们就跟门记正常的 这个拜访了 然后拜访的途中呢 夫人跟门记唠的磕 然后聪子呢 就是念叭签的 就是显得就是挺不愉快的 因为之前门记 其实咱们大家讲 在前几章的时候讲过 门记曾经做客到侯爵家里 然后侯爵家里 举办一个盛大的园游会 门记啊 聪子一家什么伯爵啊 都来赏花啊 什么做客 那那个时候聪子 是非常非常开朗的一个状态 跟门记热情的打招呼 聊着天 然后聪子还热气的指出来了 啊 瀑布上那个不就是一条黑狗吗 黑狗的死尸嘛 对不对 聪子是这个全场 唯一一个勇敢的说出 那个瀑布上挂了什么一个人啊 然后 你注意到 这个黑狗的死尸 预示着什么 预示着聪子的命运 也将走向 像黑狗一般 但是聪子没有说真的死亡啊 而是他的感情 他的沉缘 也将终结 这个黑狗其实预示着结尾的一切 同时这个黑狗 呃 因为出家人讲究什么 扫地不上楼以命 爱惜飞蛾 杀灶灯 出家人要超度一切的生命 所以当时 因为有门记在场 所以呢 呃 是什么呢 聪子出家了啊 聪子没有死 没有死 没有自杀 但是聪子出家了 就是你看 前面最开始 门记说 我超到一条无辜的生命 到结尾 聪子同样也是一条无辜的生命啊 只不过他现在只是就是呃 咱们可以说 他的精神世界已经完全脱离了尘缘 他完全已经对现实生活绝望了 所以说 他也是跟现实完全无辜的无关系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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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存在 咱们可以说他的爱情已经死了 所以聪子现在要出家 所以这一晚趁着所有人都睡觉的时候 聪子悄悄的来到了这个呃 尼古安月修寺的呃某个大殿里 然后第二天早上 他妈妈哎 看他旁边女儿怎么没有了 找不到他了 然后就刻处寻找 然后他妈妈来到这个大殿 一看 回廊尽头是大殿 远远望见那里竹影闪动 平日里呢 不会有人一大早就去诵经的 两只会着花车模样的画竹点燃着 佛前坐这冲子 夫人觉得从背影上已经完全认不出女儿 而来了 因为聪子自己削去了头发 那剪掉的青丝供在经案上 聪子手脸佛珠专心祈祷 聪子自己给自己剪掉了头发 当然这不算剃度啊 因为剃度你得正经经过就是那个门记的那个 正经给你剃 然后还要怎么样处理 这个就是但是说已经代表了聪子的一个出家的决心 因为青丝象征的就是人间这个烦恼 他剪掉了这个东西 他已经彻底对陈间绝望了 所以说前面在镇台送别人的也能看出来 聪子确实是对清贤已经除了那种最后的绝望的泪水已经忍住了 他对清贤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 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那OK了 聪子出家了 这是这本书的一个很大的谜底揭开了啊 那门记是什么态度呢 就是说对吧 门记到底要不要收留聪子呢 门记就眼神没有说很决绝的说我就要收或者不收 但是门记这个人很善良 就这里面假如说有几个好人的话 门记绝对算一个好人 聪子算一个好人 这两位呃一个年长一个年轻的两位女士 他们绝对是这本书里面最闪光性格最耀眼最优秀的两个人 真的牛逼 三小姐夫 他写这个这个女性写的是真好 真好 门记你看出场呃时间不多 聊聊几笔 就是只是开头然后和结尾这两处哈 但门记那种就是呃 室外高人的感觉就显现出来了 他对城市不关心呃背后 但是他却关心个体的生命 真的就是我不关心你们社会的什么呃 礼仪规范城市的东西 但是你聪子我知道你现在这么痛苦 你来到我这儿你一定有什么苦衷 你向我诉说吧 然后他就决定呃 伯爵夫人呢 你先回东京 你先回去 让聪子在我这待着啊 然后你看他就好心的收留了聪子 他觉得他因为他知道这么一个痛苦的人 他已经无处可去了 所以说这个意义上讲 就是这个佛法真的是很好啊 我不信啊 我不信信任何宗教 但是我觉得从向善的角度来讲 这个佛家还是非常非常善良 让人善良 那之后呢 呃就伯爵夫人也无奈 也没办法 伯爵夫人就回到东京啊 那回到东京之后 好了 夫人把这个事又告诉了伯爵 那现在伯爵和伯爵夫人又商量怎么办啊 那伯爵伯爵拿定什么主意呢 先拖着啊 跟之前他知道从此怀孕的反应一样 先拖着啊 现在先不管他 咱先不管他 逃避主义者 逃避主义者 这个 这个逃避主义者 就是啥事先不管啊 因为他知道侯爵会给他收起烂摊子了 那果不其然 侯爵和侯爵夫人来到了伯爵和伯爵夫人家 四个人啊 你看伯爵想的是 不管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只要放置不管 自然呢 就会因放置而产生利害 就会有人呢 站到自己的一边 这就是伯爵的处事哲学 那好了 那四个人现在围绕着一场 虚伪一时的 这种场合关系亲密起来了 但是 他们四个人其实本来是互相埋怨嘛 就是侯爵要埋怨伯爵 说你怎么管不了自己的女儿啊 怎么又让他出嫁了 本来都已经把胎打了 已经欺骗过去了 怎么还搞成这种幺蛾子呢 对不对 但是呢 就像之前说的 伯爵也不反驳 也不争辩 所以侯爵一向一拳打在棉花上 根本他 嫁吵不起来 吵不起来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人提出来了 哎 做点假发吧 就是你看 这个时候他们想了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 表面文章 他们以为一顶假发就能把一切遮掩过去 这是多么荒谬的事情 就像现在这种 这种疫情一样 就是很多人都想 我把人封起来 我表面文章 我拍拍照片 我搞搞什么 家庭厨艺大赛 大家感觉大家一副其乐融融的 然后我象征性的给几个 跟领导有关系的小区送点菜 然后就社会一片歌舞生平一样 我做做假 我根本不关心这些人真实的感受 他们是个什么样的处境 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就像这里 他们四个大人从来没有关心过 清显和冲子一样 从来没有关心过 我现在只是想了 我怎么本事糊弄过去 怎么样 婚礼照行举行呢 做个假发 就得了 冲子这个内心是一个假发 就能搞定了吗 荒不荒唐 但是他们提出来一个想法之后 所有人都释然了 哦 原来这个问题这么好解决呀 好简单呢 哦 自听假发 多么虚伪 多么荒唐 对不对 他们至今已经明白 这种场合 最急需的正是如此有形的虚伪 谁也没有想到冲子的心情 唯有他那一头青丝 直接关系的国政大事 是不是很荒唐 就是脑袋上到底是秃头 还是有头发 关系这个国家的大事 关系这个国家和天皇的面子 慌不慌唐 慌不慌唐 就是人的虚伪到此种地步 现在 他们人人心里都在描绘着一副 冲子应该佩戴的假发 想象这个假发什么样子 他比真发还要光洁流利 如摄干果一般乌黑闪亮 我不知道摄干果是什么 不好意思 他就是强加授予的王犬 浮泛于宇宙中梦幻般游黑的发型 散射着耀眼的光芒 他是浮游在白昼光海之中的夜的精髓 假发下面的应该嵌入一副美艳而悲伤的脸庞 那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四个人确实都想到了这一点 但并没有仔细考虑 就是他们想到了假发下面应该长得一样什么样的脸 但是他们没有想冲子 此刻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脸庞 他们只是虚幻的想象的冲子这么一个人 应该满足他们的这个期待 你应该有一顶假发 就是这个样子 你应该有一个假发 就像你应该有一个冲出症 你应该有一个健康码一样 你应该有 我不管你是要去种地 你还是要饿死了 你还是要去看病 你还要做透析 反正你应该有一顶假发 就是什么样子 你必须有一个证件 没有这个证件 你就饿死吧 你就死吧 就是这种模式 OK 那咱们再回头看月修寺那边 门记这个时候 他已经下边的决心 要收留冲子了 善良的老女人 善良的 棒 平时如此谦恭 温良的老门记 如今变得意志坚定 威武不屈起来 为了默默维护圣上的神圣 他敢于对抗现世的一切 但是必要时 他甚至决心 违抗圣上的旨意 聪子呢 看到眼前这位门记决心如此强大 他最后又进一步立世 要舍弃成员 这件事 他已经考虑了很久 但聪子确实未有想到 门记会如此满足他的心愿 聪子没想到 这个老门记这么善良 聪子遇上佛了 聪子意志坚定 门记高瞻远瞩 凭借自己的先眼 洞察了聪子的内心 然后下面就是聪子 剃度的一个过程 非常好的一个描写 头盖骨周围展开一遍 谁也未曾触摸过的 新鲜寒冷而清净的世界 剃去的部分逐渐扩大 冰冷的头皮也随之扩大起来 犹如涂上一层薄荷 这个重点在哪里 头盖骨周围是一片 谁也没曾触碰过的 新鲜寒冷而清净的世界 跟前面的哪里对应上了 清显说 清显当时在车站月台上 看着聪子 清显心里想 聪子啊 你每一寸肌肤我都碰到过 现在呢 你没有 聪子脑瓜顶 被头发遮掩的部分 清显就没有碰到过 非常非常牛逼的描写 只有三脑做到了 就是 对吧 咱正常人心里想 确实他俩都那么相爱了 那么翻云覆雨的上床了 做爱了 那清显肯定都碰过了 但他确实没碰过脑瓜顶 剃过头发 下面那个头盖骨周围那一层皮肤 那说明什么 现在聪子是真的有了不属于清显的东西 他就是独立于尘世的 独立于那个所有人的自己的世界 头盖骨周围这片皮肤 就像是相当于他的河嘛 他的精神之河 这是只属于他的和佛的 他把自己最后这个精神之河 谁也不能触碰他 他只把自己最后这个灵气奉献给了 他的信仰 佛家这是他的独立了 现在聪子真的是独立了 这么一种感觉 非常牛逼 我太喜欢这块 太喜欢这块 下面更牛逼 下面更牛逼 全书大家应该有想过这种东西 就是你看我讲了这么多 基本没有讲到聪子婚约的另一方 洞院公王子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除了一开始在侯学家的园游会上 东院公王子和那个王子的父亲看到了聪子一家人 然后王子的父亲决定了这个门婚事之后 东院公王子一直没有什么出场机会 不是我没跟大家说 是他确实就没有 三岛没有写 太牛逼了 我太喜欢这种写法 因为东院公王子一旦出场的机会多了 这个故事就显得有点像三角链 但他不是三角链 三岛并不想写一个三角链的故事 他只是想写清险 他就是想写核心主人公清险 所有的其他一切人 包括聪子都是给清险做衬托的 他就想衬托出清险内心是属于怎么样一个变态的内心的世界 他想写这么一个故事 所以说完全没有必要写王子和聪子的这条线索 所以王子这条线索是被忽略了 我觉得这种省略在文学上是非常非常高明的技巧 因为咱一般人都会想那王子肯定要干点什么事 对不对 得给清险和聪子的这个婚外情造成这什么阻挠 对不对 都市剧可能就会这么写 就是把妻子或者老公出轨了 那另一方就发现了 或者是怎么样 侦查什么 或者是跟他拜托什么 吵架 完全没有写 说明这个什么 其实这个王子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受害者 因为这个婚约 虽然王子喜欢聪子 对吧 被他的美艳所说服 但是这个婚约毕竟是王子的父亲定下来的 王子完全没有发言权 这里面王子归为一个皇家的这么一个后代 他跟他本质上 他跟清险跟聪子是一样的 这三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 在那些父辈上选者看来 他们还是小孩 他们没有任何话语权 没有任何社会地位 后面这段非常非常精彩 殿下 殿下指的是那个王子的父亲 这个是皇家里面 现在就是掌权的人 就是因为侯爵 要把这个事禀报给 就是动员公 就是怎么禀报的 就是说聪子出家了 那侯爵怎么想 因为这个事已经剃度了 你讲话 他们之前这个方法失败了 就是人家已经剃度了 门记要收留聪子了 因为同时呢 这里还有个前提 就是说 这个月秀寺啊 属于皇家的寺庙 这个月秀寺不是普通的寺庙 普通寺庙你可能这个门记 就是说不敢怎么样 或者政府直接派警察 就把这个门记给抓起来了 把聪子逮回来了 不是的 这个寺庙是皇家寺庙 所以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所以说地方势力不敢干涉 所以门记也有这个底气 那最后聪子就真的出家了 但是这个事得给一个 这个洞院宫这边一个交代嘛 那侯爵就想了 他想什么理由呢 就说聪子啊 这个人他其实有精神病 抱歉了 之前他咱们一直也不知道这个事 但是他真的有精神病 你看我把医生的诊断书都拿出来了 这个医生的诊断书呢 这个也是侯爵通过人脉 找到这么一个医生 医生就他根本没见过聪子 医生就受于这个侯爵的这个淫威 这个大贵族这个压迫 给聪子开了一个诊断书 比如说有精神病啊 这个人精神不正常 抱歉了啊 他这个精神不正常 已经出家了 没办法治不了啊 然后在侯爵和这个 殿下沟通过程中 殿下 一句也没有提到 少亲王殿下 就是这个 有婚约这个王子啊 表达了这一副豁达的胸襟 豁达 侯爵到底是侯爵 这期间一直目无旁顾的紧盯着动员弓 表情的变化 一股黑暗的波涛飘飘荡荡 轰然而起 随即身陷下去 眼看就要平复了 不料又高高飞窜起来 几分之后 侯爵终于觉得可以放心了 最为恐怖的瞬间过去了 就是说你看啊 这个表就是作为一个王子父亲 他的表情就是黑暗的波涛飘飘荡荡 他内心其实也在疑惑 你这个给我拉这门亲事 到底咋回事啊 他他其实也想发作 但是呢 后来想算了 已经出压 他他内心也在衡量这个利弊 但是三岛没有很很简单的写 就是说 这个殿下在衡量这个利弊啊 是把人抢回来还是怎么样 对不对 他他没有这么写 他反而就是借由侯爵这个眼睛 来观察殿下这个表情 我这个太厉害 咱就能知道 殿下也是个混蛋啊 他他其实也是在思考说 我要维护皇家的脸面 还是维护这门亲事怎么样 怎么样才能让这个利益最大化 他也在考虑这些东西啊 最后终于平静了下来 想好了 说那接受吧啊 那也没办法 那就这么样了 好 然后后绝目的达成了 婚约取消了啊 婚约取消了 第二天早上 动员公准备去进宫朝剑圣上 这时呢 少亲王也就是真正这个动员公王子 有婚约的一个人 被解除婚约的人 已经他不是参加骑兵队的吗 然后已经参加完演习 已经恢复了 他父亲呢 就把这个少亲王叫到一间房子里 告诉他这个事情的原委 少亲王 年轻而鹦鹉的脸上 不见一丝动摇之四 很平静 只说了一声 一切听凭父亲处置 既无一点怨怼 也不见丝毫的懊悔 太厉害了 面无表情啊 接受了这个事实 漂亮的未婚妻没有了 一点不发怒 不责怪 不难过 厉害 高人 高人 真的这么高吗 接下来看 最牛逼的来了 彻夜的演习太累了 他送走父亲之后 就匆匆钻进了卧室 但看样子还没有入睡 非殿下来探望儿子 妈妈来探望儿子了 是昨晚松枝侯爵前来报告的吧 少亲王抬头对母亲问道 他彻夜未免 眼中不满血丝 但依然强忍着 像平素一样 是的 母亲说 接下来少亲王回忆起了 他以前的一件事 不知怎的 我又想起我当少尉时 宫中发生的那件往事 以前我曾经对您说过 我进宫时 在走廊上偶尔遇见山县元帅 我不会忘记 那是外院宫殿的走廊 这里讲一下 山县元帅是当时日本政府 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大将军 就是相当于首相总理 那么这么一个位置 非常非常牛逼 就是说他掌握实权 就是天皇其实只是一个名头 这个山县元帅掌握实权的人 元帅大概刚刚进见了圣上 他像平时一样 穿着普通的军服 外面是宽领外套 戴着军帽 帽颜压得滴滴的 两手随便插在裤兜里 军刀几乎拖到地上 大模大样的在幽暗的长廊上迎面走来 我赶紧躲到一旁 直立不动 郑重的向元帅敬礼 元帅用他那绝不微笑的锐利的眼睛 搜狐瞅了我一下 元帅不会不认识我 可是他立即不愉悦的转过头去 也不肯还礼 按理说你不管是别人跟你敬礼 你得稍微说一句嘛 对不对 何况这还是一个王子 但他不肯还礼 依旧傲慢的高耸着肩膀 迅速离开了走廊 不知为何 我现在又想起了这件事 第二天 报上刊登的题为 动愿功夫因故退婚的消息 以及世人翘首已久 准备大肆庆祝一番的纳采仪式停止的报道 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都瞒着清闲 清闲 这个消息是从报纸上看到的 好 上面这段非常非常牛逼 太牛逼了 我太喜欢了 这个王子 今天他被父亲告诉了婚约取消的时候 他一点感情都没有动 因为什么呢 他已经习惯了在这个封建礼教制度下被压迫 被告知 被要求做任何事 被像提现木偶似的操纵着 为了皇家的面子 为了为了这个皇族的尊严 他不能有任何感情 而这种行为就像什么 就像当初他在那个外院宫殿的走廊上 碰见那个元帅是一模一样的 那个元帅是真正有实权的人 元帅根本不屌你们皇家这些所谓的这些什么王子什么 根本不屌你们 你们维护那点什么可怜的尊严和面子 算个屁 在我元帅眼里 没有任何意义 我根本不屌你们 你们都是靠国家养着的人 是我们大日本帝国 我们征服东亚 我们出征世界 我们这么牛逼 我们是靠我们军人养着的 元帅本质上内心是这样的 对一个皇家鄙视的一个态度 所以他绝不会向一个王子还礼 而这个态度就像王子的父亲 对王子是一模一样的 王子的父亲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里面 这么一个父辈的一个掌权者的形象 他肯定也是不会向儿子透露出任何一点妥协 恶恋爱和尊重的 他是掌权者 他只需要把命令告诉儿子 儿子你应该去娶这个人 你应该有这么一个关系 现在这个关系取消了 OK 儿子你干别的事情去吧 你走吧 是这么一个关系 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个儿子来源于两重压迫 一个是来自于他父亲对他的压迫 这是一个父父子子的压迫 另外一方面也来自于这个权力的压迫 他虽然身份上是皇族的人 但是他有个屁权力 他没有权力 当时日本军国主义才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这么一个潮流 皇家的人跟在军人面前屁都不是 虽然这个王子他做一个男人 他可以压迫女人 他可以压迫平民百姓 但是同样他受的这两种 这个来自父权和军人的压迫 他是逃不出去的 所以他会有深深的无力感 他这种无力感 不敢跟父亲来诉说 他没办法跟父亲表现那种脆弱 父亲就会怪他说 你个大男人你哭什么 你有什么可不高兴的 我给你这么好的生活 你有什么还不满意的呢 你都能吃上饭了 对不对 锦衣玉食享用着 你还干嘛呢 对不对 所以他只能悄悄地跟这个女人 他也是同样在皇宫里受压迫的女人 他的妈妈来讲他的心事 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他只能想到 他内心的感情是触动的 他想到了当初 他见到元帅 被元帅轻视无视的那个场景 但是他其实也没有办法 他很好的表示 因为他没有接受这样的教导 说我应该如何表达脆弱 其实咱们正常人都会可能会讲 妈我好难过 我的未婚妻没了 我好痛苦 我好难过 我想哭 对不对 获取了安慰 但是这个王子已经不会了 他已经深深的被这个制度所 束缚住了内心的情感表达方式 他只能想起了以前的一件故事 说跟妈说 妈我想起一个事 我跟你讲一讲 我也不知道事 这个我是怎么了 我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东西 这是最可悲的 太可怕了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难过 多么的么的可怕和可悲 三岛写这段 你看王子整篇书里面 最后这段精彩的段落 就把他的人物性格立出来了 寥寥起 太牛逼了 我是蒋公司的八代 欢迎大家接下来收看我的节目 拜拜